我們有一個這個我自己啦 有一個告誡就是不要相信任何人 不要相信任何我們要懷疑任何人 其實我覺得剛剛大家其實討論到這個台積電跟美國的問題 我是覺得我們其實在討論很多外交的時候 其實如果更認真的話其實大家會需要做點區分 比方說像我們在看一些跟一些國家的互動裡面 我們常常都會問這個意見是他們的國會議員的意見 還是他們專業官僚的意見 通常這兩個意見是不太一樣 因為國會議員其實大家都知道 他其實發言的尺度其實是可以比較大的 那專業官僚通常他會比較謹慎跟冷靜 所以我們可以剛才在畫面上面看到 其實確實剛才在前面的影片裡面大概講到 其實這是一個糟糕的想法 他剛才其實也說這是一個糟糕的想法 或者是一個極端的想法 所以剛才反而是這個前國防部的這個次長 他是很清楚講說這並不是一個好的想法 所以有沒有討論 當然好有討論到有這樣子的言論存在 可是這並不看起來並不是大家覺得是一個好的想法 或大家要去追逐的一個想法 他其實是一個被認為是極端的 甚至危險的糟糕的一個想法 我覺得第一個是要去確認這事情 那比方剛才講到歐布萊恩 其實歐布萊恩確實之前他有一個這樣的發言 但他後來是好幾度的澄清 他說其實有毀台意圖的只有中共 他其實好幾次澄清 那所以反過來我覺得 剛剛在講到這個整體的防衛的問題的時候 尤其全民防衛問題 我認為還是會有一個執政黨跟再來黨不一樣的地方 從談戰爭的問題或戰爭與和平這件事情來說 當然對民進黨當然不會是一個討好的事情 可是今天民進黨作為一個執政黨 除了討論以外我們確實是需要做準備 而且要為最壞的狀況做準備 因為這沒有辦法你執政 我認為誰執政都一樣 誰執政都要有負責任的行為 都要有負責任的準備 所以不管怎樣 從民進黨的角度 不管民進黨喜不喜歡台灣戰爭 委員我可以打斷你一下嗎 為最壞的狀況做準備 我相信大家都同意 可是為什麼不能告訴大家說 我們在為最壞的狀況 我們現在在做準備 可是剛剛你看到林若昌他的講法說 沒有 大家想太多了 他的意思是沒有為戰爭做準備 其實大白話是這樣講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講 如果比較完整的說 比方說如果從去年的12月 這個疫期的延長 那時候就講得很清楚 這個疫期或者兵役的改革 不是只是讓年輕人的 異議的時間延長而已 接下來還包括民防 還包括基礎 這個關鍵基礎設施 整體的防衛都必須加強 這所有的全民防衛的計畫 每個部分 裡面有很多個部分 都是為最壞的狀況做準備 我認為這個事情是可以說的 而且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是可以說的 但我們不希望最壞的狀況發生 我們也不追逐最壞的狀況 可是任何一個負責任政府 都必須為最壞的狀況做準備 這是執政黨必須做的事情 你覺得現在這個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嗎 他有告訴我們嗎 如果今天執政黨 不管是誰做執政黨 不為最壞的狀況做準備 我認為這還是不負責任的 我覺得更不負責任的是 我覺得更不負責任的是